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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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 Machine Learning 那這裡的 Machine 其實它有所謂的 Automatic 的概念 一般我們講說 Learning 就是說你的 Performance 變好 叫 Learning 從 1965 年開始 就開始有人去定說 什麼叫機器學習 到底能不能學東西 這個是大哉問 大家一直要回答的 在 1965 年他們講說 什麼叫 Machine Learning 它一般來講說如果 任何的 Device 那時候反正 Compute都很大 那它就說隨便的 Device 只要它的 Action 它的行為能受 過去的經驗影響 就是從它過去累積下來的 Experience 會改變的行為 那這個就叫做一個 Machine Learning 那它這裡的 Machine 就是 Device 它就整個把它叫 Machine Learning 然後當然這一個好像不太能用 1983 年它的定法就比較 像現在在用的 Machine Learning 像現在在用的 Machine Learning 它說 Any Change in a System 你這個 System 可能是像 你看 你的 Seria 或者是 Emno 有一個 Echo 等等 它的 Performed Better 你看就是 Improve 對不對 然後 如果它第二次做 比第一次做得好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它說 重複相同的工作 或者這個 Task 是從某一個 Same Population 那我把這個字特別標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未來我會告訴你說 我們為什麼可以 Learning from Data 我為什麼可以從過去累積的資料 去 Extray 一些 Model 或是找一些 從裡面找到有用的 Information 對未來的資料去做 Prediction 其實背後有一個假設 就是說 我現在的資料 其實是來自於某一個 Fixed 固定的 但是未知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就是這裡講的 所謂 Same Population 那你自己想想看 你如果今天來上了一門英文課 那老師說要考試 可是考的是數學 你無法去期待學生考得好嗎 那這個例子跟你講說 我如果來上英文課 那我出的題目就是要考英文的 根據這一門課考的考題 你才可能測出你的程度嘛 可是我如果今天上了英文課 可是考數學的時候咧 那每個人都考不好 所以這裡有特別去點出說 你做第二次的時候會做比第一次好 如果是相同的工作 那把它更 General 你的工作咧 其實是來自於同一類型的 上英文課考英文 上數學課考數學 不太可能有 Machine 它可以完全沒有過去的一些 Background 沒有相同的 沒有類似的 Training Example 它自己就可以去做正確的 Prediction 那當然有人在講說 AI會不會取代人類 那有可能的原因 如果有的話 那個 AI 必須要能自己思考 那 AI 做的事情 就不是 Machine Learning 做的事情 如果根據這 Definition 你這一個 System 要能做得好 一定是 那些工作一定來自相同的 Population 那 90 年代呢 他們就把整個 其實後來發現 你根本就在算東西嘛 你根本是在分析資料嘛 你根本是在做所謂 Information 的 Extraction 或是 Processing 所以他跟你講說 An Improvement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能力 讓他這一個東西變得更厲害 大概就是 一般我們在講 Machine Learning 其實到後來就是 又這樣的定義在看 有一大堆應用 一開始要做那個 Speech 的 Recognition 然後就是你講 然後他知道說 這是講什麼字 這是 1989 年就開始做的 然後再來呢 1989 年那時候也開始做所謂的 無人駕駛 現在是多少 2017 對不對 做了 做了二三十年了 那這個東西到現在我還不太相信 就是說 即使 Tesla 他告訴你說 他有無人駕駛車的模式 Google 曾經 Claim 說 他們有一輛車子 在那個美國 Arizona 拿到駕照 他說 但是如果那個 你大概知道Asona那個 聽起來就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今天的無人自動駕駛車 如果能在台北市開 在紐約市開 那才叫成功 我每次教都喜歡講這個例子 你覺得計程車司機比較厲害 還是那個飛行員比較厲害 無人自動駕駛車 從那個 1989 年開始做 市面上那個 Tesla 宣稱他們有那個無人駕駛的模式 但是呢 飛機自動飛行的模式早就有了 那為什麼我喜歡舉這個例子呢 我小時候 Challenge我爸爸說 你到底會不會開車 那我爸爸說 我不只會開車 我還會開飛機 所以我們在用的一般我們的想法裡面 好像開飛機比開車子難 開飛機到底有沒有比開車子難 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告訴你說 飛機自動飛行的模式已經有好一陣子了 那其實那一個車子也 後來有所謂的 Cruise Control 就是在你有些在 你發現整條路都沒有車 那你就可以定速啦 我講那個 Cruise Control 是定速 但是不管 Cruise Control 或是那個無人駕駛模式 那個人都在那邊 那真正無人自動駕駛車是 你人只要坐在車上看書看報紙 車子自動走 所以顯然有很大的 Gap 去比車子跟飛機很大的不同 其實我要強調的是環境 在飛行在空中 其實狀況很少 它旁邊的 Noise 很少 你說會有亂流要幹嘛 那就飛機上下老跳一下而已 可是在路上 在路上有多少事情要去處理 才有辦法做到那個無人自動駕駛車 首先這個車子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邊 它的環境哪邊有障礙物它要看得出來 它要去看說旁邊有沒有車超車 它要看有沒有行人通過等等 其實是相當相當困難的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台灣確實是有Tesla的 有幾部Tesla 那那個趨勢科技的創辦人 那個張明正 張董事長 他就有一部Tesla 然後他有一次在跟人家 share 在演講的時候還講一個例子 因為他搬到花蓮住 他大部分時間都住花蓮 他就說我的Tesla是可以自動駕駛的 可是他不太敢在花蓮啟動這個自動駕駛的模式 他講得非常可愛 他說因為我們花蓮沿路都是那個檳榔灘 都有紅燈閃來閃去 他不確定他的Tesla 能分辨是這一個交通號制的紅燈 還是檳榔灘的紅燈 所以我只要告訴你說 路上的狀況非常多 所以你說計程車司機厲害 還是飛行員厲害 如果以那種可以處置應變各種不同的狀態 可能計程車司機比較厲害 在飛飛機只是儀表板控制很多按鈕 但相對來講 這一個駕駛的角度來講 這個Tesla應該比較厲害 換句話說 你要有無人自動駕駛的飛機 遠比要有無人自動駕駛車來的容易 可以嗎 然後最主要是說 你要面對的環境 處理的突發狀況 然後即時性 其實這個自動駕駛車事實上是很大的挑戰 然後其實911以後 那個我不知道多少人還記得911 就美國恐怖 就是美國有雙子晶大廈 然後有人恐怖分子開飛機撞那個雙子晶大廈 那個911以後咧 開始美國的那個安檢是非常嚴格的 然後他們用了很多我們先任的技術 然後去想要找出這種恐怖分子的那個行為 那做一些預測 通常在這種 做那個predict這種恐怖分子的行為 其實從國土安全的角度 他們會寧可寧可冤枉很多人 所以冤枉很多人就說 這個他只要稍稍懷疑他可能是恐怖分子 他就會把他攔下來 因為如果錯誤判 把一個真的恐怖分子把他放走 然後造成的損失很大 可是如果他懷疑一個良民 一個善良的百姓他是恐怖分子 他就把他帶到旁邊多審問幾下 只是造成這個人不變 可是是保障很多人的安全 所以在91以後 那個美國整個安檢的system 大幅的改變 那事實上很多人都是被冤枉的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背後的那個cost是很不一樣的 也有人在做所謂的那個看星座啦 玩下棋這個有點舊對不對 1989年開始就有在玩這個go game go game就是圍棋啦 然後到2016年就大放異彩 然後其實那個IBM 事實上有所謂的deep blue 事實上他可以當時是西洋期 可以贏過人類那個冠軍 然後另外再做所謂的入侵偵測 你出現detection或是異常偵測 耳班informatics 其實漸漸這些appointing 也越來越多啦 那 roughly來講一下說 一般在看machine learning 分幾類 大概分這四大類 第一個叫supervised learning 那這個supervised learning 一個特點就是說 你的data事實上通常是有兩部分 比方說他會告訴你這一些 我們昨天看的那個乳癌的例子 他從那個細胞的大小厚薄纖維化程度等等 來講說這個是良性腫瘤或惡性腫瘤 這一筆資料在描述細胞大小厚薄纖維化程度 我昨天是跟你講用30個feature 對不對 因為他define了10個attribute 那對每一個attribute 他sampling這些cell 他去算他的平均標準差跟最大值 所以他define了30個feature 這一個我們通常用x一個vector來描述他 他在描述這個資料的特徵形狀 但是醫生透過一些病理檢查會去說 這一筆資料是屬於良性腫瘤的 這一筆資料是屬於惡性腫瘤的 這個是需要專家去做labeling 去說這是良性的腫瘤病人 這是惡性腫瘤病人 那通常所謂的supervised 就是說你的歷史資料有一大堆資料是有標籤的 有labeling的 知道說這一堆是惡性的 是陽性病患 positive 有一堆是良性的 我剛剛講應該叫陽性 positive一般就翻成陽性 然後negative呢是叫陰性 可是正常的 你有這些資料以後 你試圖地去找一個規則把它們分開來 昨天我們是用一個separating hyperplane 在三度空間 用一個hyperplane 把空間分成兩半 這類的問題 我們就稱作分類問題 caseification 很重要的特點是 每筆資料 是有x part 描述資料的樣態 有y part 告訴你資料的屬性 是屬於positive或negative 然後在supervised learning 你的task 就是找出一個好的規則 來區隔這個positive跟negative 這兩類的資料 未來喔 未來 如果有一個病人來了 他沒有醫生 他只有從乳房抽取組織液 放到電子顯微鏡下 取得那個30個feature 那個細胞的那些資訊 那因為我從過去的歷史資料 找到一些規則 我可以把這些細胞資訊 帶到我的規則 我就希望他能預測 能判斷 這個病人是良性腫瘤或惡性腫瘤 所以這個是classification做的事情 你有一些label information 那你透過手頭上的 我們一般會把它叫training data training input 知道這些資料的屬性 從裡面想要找到一個好的規則 未來如果有資料進來 我們並沒有他的label的information 我希望帶到那個規則裡面 去做預測 這一般我們叫做classification的問題 那如果你的output是real number 那他就把它稱作所謂regration的問題 就回歸分析啦 這是一類 非常大的一類 那我剛剛講良性惡性 這個其實就是分兩類而已 那其實常常做這個supervised learning 有所謂的手寫辨識 最簡單的 美國郵局他們要判定那個郵遞區號 那希望說少過OCR的技術 我就知道說這個字到底是0或1或2 所以顯然在做數字的判別的時候 他要做10類 可以嗎 那我剛剛講說這個病人是良性腫瘤或惡性腫瘤 我只要分兩類 所以有所謂的binary case vacation 有所謂的multi-class case vacation 在做分類的時候有二元分類多元分類 那如果你的outcome是real number 那就變regration 這是一大類machine learning 那我們大概很多力氣會花在這個地方 然後另一類叫unsupervised learning 那你如果一定要我翻之後 他叫什麼非監督式學習 那他的問題跟supervised最大的不同 是他沒有所謂label的概念 他就我有一堆點一堆資料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說這個資料之間 有沒有什麼群聚的效應 有沒有可以把它分成幾群啊 或者說他背後有沒有什麼結構在裡面 所以他想要從資料一堆資料裡面 他去做一些grouping 那一般叫分群演算法classic 然後或者有人說 這好像是在估計這個資料分佈的密度函數 或是叫density estimation 那其實後來因為有比方說 後來我做了一些research 在所謂的異常偵測 animate detection 那那個通常異常就是跟正常不一樣 叫異常 這個講起來是 每次我跟人講說做animate detection 人家就會問說那什麼叫正常 這個東西越來越重要 因為我們遇到很多需求就是說 我這個機器在正常的運作下 那你可不可以predict哪時候是異常 那或者說我收集了一些資料 那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異常 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來自於相同的distribution 那有新的資料進來 你會發現說它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你希望把它抓出來 那這個一般我們也把它歸類叫unsupervised learning 這是另外一大類 那其實有一種情況是 借在這兩者之間 我剛剛要跟各位特別強調那個 乳癌病人要判斷它是良性腫瘤或惡性腫瘤 其實是要做一些病理分析 然後早期的做法是要做切片 那切片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手術 那再去做病理分析就是一些成本 那UW Hospital那一套系統之所以偉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打針跟做切片 打針其實簡單非常多 那放到定值顯微鏡下直接看 把那些x part找出來 那就可以直接帶到一個線性函數裡面就可以預測 那這個是做supervised learning它的好處 它可以大量大幅降低說 所謂的事後要去判定這個是哪一類 直接用這一個路我去判定就好 可是在那之前呢 你要收集那些有label的data 本身cost就比較高 所以很多人說做supervised learning最大的困難 不是後面的learning average 是你得到足夠多的label information 那這個是主要困難 那剛剛unsupervised是說 欸我有一堆疊點 可是我不care它的label 我只想要知道說這個資料它有沒有什麼structure 有沒有什麼pattern在這資料分佈裡面 那介於之間的 欸samei就是一半的嘛 這一個東西雖然這裡沒有寫特別多 但是這個我認為是最符合實際需求 最重要的 它是什麼意思 它說我有一大堆資料 只有少部分 只有少部分的點 我有所謂的label 有所謂的它的output 知道說這你想像我有一千個病人 然後其實只有大概二三十個 我知道誰是良性誰是惡性 大部分剩下900多個 我根本不知道是positive或negative 是良性或惡性 那這種我們就把它叫semi-supervised learning 那通常它的目的是說 資料在那邊 只有少部分的是有label的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方式去估計其他人的label 不是請專家標 然後大概估完以後再來做supervised learning的事情 希望透過少量label的information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好的規則 這個是semi-supervised learning做的事情 那實際的問題也大概就是說它可能網路上 比方說你要去看說什麼是體育類的新聞 在很多部落客的文章裡面 可以挑很多文章回來 可是你沒有辦法看完所有文章 知道說這是體育類這不是體育類 你可以從裡面sample一些資料 然後讓人家去看體育類非體育類 可是你還有一大堆爬蟲爬回來的文章 並沒有經過專家去做註記 那我想把專家註記過的資料跟爬蟲爬回來的資料 去combine在一起做supervised learning的事情 那這叫semi-supervised learning 然後最後一類叫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我讀學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老師只用三小時 三堂課就講一個禮拜就講reinforcement learning 然後有一道作業 那個我還記得作業名稱叫那個wonderland 好像有點像那種定論玩具 他是說我可能只有一部分的能量 然後我就開始走 我每走一步咧就會消耗一些能量 可是在這一個迷宮裡面 Samuel有一些類似大力丸 你有玩過小精靈大力丸 就吃了你就能量就會增加 那個就是給這一個robot一些reward 回饋的函數 然後叫你去設計一個演算法 你可以讓你的robot可以走最久 那你當然就可以知道說 你去定義說好像哪一個方向 比較容易吃到 吃到那個大力丸等等 那這叫reinforcement learning 背後都有一個那個reward function 那那時候都只講所謂的queue learning 但是現在alpha功能成功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這個是最近又非常popular的那一個 一種learning的類型 好 所以我們講這個learning到底在幹些什麼事啊 那以那個supervised learning來講 他就是說我們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歸納的概念 這個例子是我們那個參考書裡面的第一本 他用的這個例子 他想要看什麼是跑車 你可能可以去define什麼叫跑車對不對 如果你懂的話 要有什麼渦輪增壓啦 要有後面排氣管格啊 兩個門啊 你可以講一大堆理由一下 什麼叫跑車 可是你去想像 如果你要教一個三歲四歲的小孩子 什麼叫跑車 你要怎麼教他 你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給他一堆照片 這是跑車 這不是跑車 這是跑車 那看久了他就會了 其實supervised learning也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你就透過一些照片 然後有人告訴你這是跑車 告訴machine這是跑車 這不是跑車 那希望他從裡面自動的找到一些規則 什麼是跑車什麼不是跑車 那這裡咧 在這個例子咧 我們用比較簡單的就是說 假設咧 我這個spot card 我們把它標註成positive non-spot card叫negative exam 那我們希望找一個規則 然後他可以足以完全解釋這個positive example 然後也可以區隔這個negative example 這個是所謂的你的learning task 就是要把這個規則找到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咧 叫c咧叫跑車 一個casification的概念 然後希望說他可以 當我有看到一台新的車子 他並沒有人跟我講他是跑車或不是跑車 我這個規則可以去predict他的label 這個就像我們昨天的例子 病人是惡性腫瘤跟良性腫瘤 本來是醫生經過切片知道的 那我們以後希望說 只要有拿到他組織翼的訊息 帶到那個規則裡面 我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 有沒有是良性或惡性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為了簡單起見 我們用兩個 我們把它叫兩個feature 或兩個viable 兩個變數 兩個attribute 特徵等等 這個在不同的書 不同的machinery article 這幾個turn常常放在一起 所謂什麼叫attribute 或future 這都試做一樣 他用兩個變數來描述 一個是價格 車子的價格 然後一個是所謂的引擎的大小 幾cc 所以一部車咧 就用x1x2這個向量來表示 那所謂的y part咧 就是說如果他是一部跑車 那我就說他是1 如果他不是跑車 我覺得他negative example 就用-1 用1或-1來區隔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所以每一個training example 在supervised learning 通常就是一個pair x part描述這車子的價格引擎 y part去indicate 去辨識說這一輛車是屬於哪一個 是跑車或非跑車的類型 那你會有很多資料 很多筆資料 那我有n個example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這樣的集合 把它表示出來 這是你的training data set 為了簡單起見 因為只有兩個hp 他就說 假設我有這麼多資料 然後這個正號代表pastive example 負號代表negative example 他就這樣分佈在這裡面 如果讓你定規則 你怎麼定 第一個我要先跟你強調 這是一個教學用的toy example 通常你的資料可能在高維度 可能十維、二十維、甚至幾萬維 所以不太可能的時候我就畫給你看 今天能畫出來的 你也許說 欸我就稍微把它畫個圈 在這圈圈以內的都叫跑車 圈圈以外的就不是跑車 因為你需要找到一個好的規則 可以描述 可以describe這個pastive instance 而所有negative instance都不符合這些描述 所以你就可以做discrimination 可以分辨這兩個類型 那假設我在這邊畫個框框 我說這裡面的都叫跑車 以外的就不是跑車 所以以後我只要有一筆資料 我知道它的價格 知道它的引擎的大小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平面上標註它的位置 看它落在哪一個區域 我就知道它是跑車或不是跑車 這大概是它的概念 所以咧 有人就想這樣子 我這樣看下來咧 如果價格比p1來的大 比p2來的小 它的引擎的size 它的cc volume 在e1跟e2之間 在這個pink的area 我都把它叫跑車 顯然我如果採取這樣的規則 這些pastive example都符合 next example都落在這之外 我就完整的解釋這件事情 那我講說這個hypastice class 常常我們人找出來的規則 或是未來你的演算法 那個algorithm找出來的規則 我們有時候會把它叫做一個hypastice 那這個hypastice就是說 這個pink area 是我根據這些資料的分布 然後我自己想一個規則 它落在p1、p2之間 引擎落在e1、e1、e2之間 這只有一個路我在那邊 它都叫spot card 這是你根據這個例子猜的 但實際上你的規則 你的pink area 不見得是最對的 假設只有一個god知道說 所謂的concept class 標準答案 常常人家講說 所謂的ground truth 這個叫標準答案 這個只有老天爺知道 老天爺知道說 有一個叫concept class 這一個長方形呢 才稱作是跑車 長方形以外的 不是跑車 而你 我們這很渺小的人類 只是根據你看到這些資料 你去找這一個hypastice class 可以嗎 這是你根據資料找的 你有不同的找法 假設我找到這個 可是一旦你有一個規則 你在做binary case by case 你定了一個規則 你其實就可能犯錯 你的錯誤有兩種類型 這一個中間這個c 這長方形是所謂的concept class 我以為有這一塊 是所謂hypastice class 是你猜的 他們有一大塊的overlap 這很好 這全部pastive都在裡面 你都猜對 可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instance 在這個位置 根據你的hypastice 這個h 根據你的hypastice 如果路在這邊 你會把它視作 飛跑車 可是根據那個 只有神知道的 那true concept 這一塊咧 它會 被歸類成跑車 那我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做這種binary case vacation 你可能會把 跑車 實際的應該是屬於跑車 可是 根據你的hypastice 你把它視作飛跑車 那這種情況咧 我們叫 false negative 叫false negative 而在這兩塊的咧 這個位置咧 是你的hypastice rule 在你那個剛剛的pink area 以內 卻在這個 長方形以外的 這一個 根據你的hypastice 你會把它predict 成所謂的跑車 可是實際上它不是 所以這個叫 false positive 一樣在這邊有所謂 false positive 那你說這個 false negative false positive 怎麼記啊 positive negative 你就可能把人家正的 拆成負的 把人家負的拆成正的 那這兩種都叫錯 不太難記齁 那false negative 就是positive 這個false positive咧 負正就得負 就是negative 未來我會跟你講 有一個majorment 他們叫confusion matrix 就混淆矩陣 他就 他有tru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true negative false negative 但是齁 比較正確的理解齁 這個positive 是你講的 這個positive 寫在後面這個positive 是這個hypothic 可以說 這應該是positive 但實際上是錯的 這個false是 god 是老師給的 打的結果 我猜是positive 但是是錯的 所以實際是屬於negative category 我猜negative 實際上是錯的 所以它是positive category 所以這個true false 這個就是最後那個 拿給concept class 去改的規則 實際上齁 這個c 我們叫concept class 我們叫hoc class 真正的答案 剛剛我們找這個h 我們稱hypothic 是我根據 你給我的training example 我事實上是可以標註這樣的範圍 好 那這個我稱作hypothic 這個hypothic 事實上 像在我的training example裡面 我training我這幾個點裡面 它是完完全全正確喔 它沒有犯任何一點錯 這個pink area 這裡面全部都是positive 之外都是negative 那對於那種hypothic 它跟你手頭上的training example 全部正確 我們稱作consistent with這個training set 跟這一個 我利用這一個規則 這個小h 猜出來的東西 跟我的training example 一模一樣一致 它叫consistent with這個training set 那這個capital H 這個槽寫的大h就是說 我今天可能有一些hypothic space 假設我今天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先設想 你都是這種四邊形的規則 一定是什麼引擎在某一個範圍以內 而且它的價格在某一個範圍以內 那這類的規則把它收集起來 叫做一種hypothic space 可以嗎 所以這種規則其實有非常多個嘛 你要很大也可以 range都可以大小讓你自己調 那我剛剛這個pink area 不過是根據這些training instance 我去找到一個價格的範圍 一個引擎的範圍 它完全可以跟我手頭上training instance 很一致 但是即使是這樣 跟我實際的答案 我還是背後隱藏的可能是false party 可能是false negative 所以這只要告訴你說 我們期待找到一個好的規則 那這個好的規則 最好 最好要跟這個c是一樣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背後可能隱藏了一些錯誤 好 那至於是錯誤咧 我們就會去定義所謂的risk或是error 那這是一個 我們寫起來叫期望實驗誤差啦 那符號上呢 這e是一個indicate function h是你的hypothic 當我有一個x part帶到這個hypothic裡面 我會去猜是spot card或non-spot card 如果跟他的標籤 原本那個1或負1 不一樣 這個函數值就是1 如果一樣 那就是0 這叫indicate function 只要這裡面的condition成立 這一個函數就是1 當你把t從1加到n 等於是把我所有training example裡面 每一個去看看 我的hypothic的outcome 跟實際的y有沒有一樣 全部把它加起來去平均 這一個東西咧 就是你in average 你的錯誤率啦 可以嗎 錯幾個 要除以總數嘛 這error rate 好 那 已經下課 我跟妳講一個 剛剛那個規則 有一個pink area 這個人 剛剛這是其中一個規則 如果你是一個極度保守的 你覺得我要有充分證據 我才能說它是positive 你會找到這個中間最小 那你是一個比較寬鬆的人說 只要不是negative 我都把它當作positive 你會找到這一個 所以這個s咧是最specific 這個g咧 這外面這一塊 是最general 但是我們剛剛看的c咧 就其實如果在這個s跟g裡面 有某一塊 回去想想看 你應該選哪一個是比較好的 這就是整個machine learning 最重要的地方 你有很多choice 這些s跟g 都沒有犯任何錯 根據你手頭上的training instance 它都是對的 但是 不管s或是g 背後都會有所謂的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的可能 那你希望找到一個好的 好的hypothic 可能介在s跟g之間 它讓你犯的錯誤最小 所謂犯的錯誤就是 未來如果有一些點 不在我的training state裡面 我可以成功的正確predict 它到底是spoken 或是non-spoken 這個是整個machine learning 最重要的精髓 所有演算法 都是在找一個好的hypothic 找一個好的函數 好的規則 它根據你手頭上的training state去找到 但是你的目的是能成功的去predict 那些在你training state以外的點 它的label是什麼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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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